大国智慧真的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累积的外交经验停止战火吗 APEC有没有办法对于现在的加萨走廊战争带来任何止战的希望 这个星期三领袖峰会要登场 相隔12年美国再次担任APEC的东道主 整场亚太经合会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星期三的拜席会 美国希望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方面片面切断的美中两国军事联系能够全层级全面恢复 那么另外在峰会之前有消息指出 中国可能有意宣布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客机 那么透过这个大单来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 为习近平进旧金山铺路 一年一度的APEC经济领袖州上周六在旧金山拉开序幕 这是美国相隔12年后再次成为APEC东道主 也是近年来治安与游民问题持续恶化的旧金山 在1945年举办旧金山会议确认联合国宪章之后 相隔78年再度举办类似规模的国际活动 外界预估整场活动将为旧金山带来超过2万名访客 并且创造5300万美元大约17亿台币的经济效益 旧金山市政府与当地警力已经积极备战增加安全维护 要让所有到访者感受到这个充满爱与自由的城市魅力 一整周的APEC活动 与会各方除了针对贸易金融与气候变迁等全球新议题讨论 并尝试形成共识之外 最吸引关注的当然就是周三将登场的拜席会 大家都在看美中关系到底能不能透过这场会谈重回稳定道路 为了营造良好气氛 美国财长叶伦上周四就选在旧金山 与到访的中国大陆副总理何立峰展开一连两天会谈 双方同意将继续增进沟通发展健康的经济关系 并且一起努力应对气候变迁以及相关经济问题等共同挑战 双方透过会谈建立起一定共识 两人脸上不曾停止的笑容 为紧接而来的拜席会打下良好基础 there is a recognition that we need to set up guardrails for this relationship so that we are communicating openly so that there could be any clarification of intentions or misperceptions and so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mechanisms in place so that when they stumble onto a crisis whether in the Taiwan Strait 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Chinese and US forces and the forces of US allies are operating in close proximity to one another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也公开表示 今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展开的联合音乐会 美国彭博社还引述消息人士说法 称中方可能会借由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客机来推进两国关系 官方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央视连日来则是不断发表评论文章引导舆论 强调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美方采取了错误的对中国政策 喊话美国要跳出大国竞争苛救 任知道两国之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才能让中美关系回归正轨 美中两国高层致力推动APEC场内友好气氛的同时 场外的民主支持者与中国异议人士 则聚集在一起表达对习近平极权统治的不满 不少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更齐聚旧金山 要在这块自由土地上透过示威当面向习近平发声 同样借由游行表态的还有上万名采取各种不同诉求的反APEC联盟群众 这些示威者有的是支持巴勒斯坦 有的不满资本主义 还有支持劳工活动或捍卫移民权利 以及抗议气候变迁等等 各种不同主题不同对象甚至不同语言的抗争 透过各种形式在旧金山街头上演 PVPS新闻综合报道 非常地人的贴意 中国大家陆und吻 雷一位 疑 幻房 我们